改成50笔的話 非常簡單 你又不要放在哪裡呢 放在也是一樣C3裡面對不對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點下去之後 再按一下插入函數 它會跳出來 跳出這個視窗之後呢 非常的簡單 你就怎麼樣呢 把100怎麼樣呢 改成什麼 50嘛對不對 然後按一個確定 但是呢 按確定之後呢 它就會只有一笔 那底下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這邊有沒有 往下拉下來啊 說欸老闆我做好了 就這麼簡單 說喔 他都很賞賜你這個員工了 不然的話 一問三不吃的話 那才可能很想到 希望你明天不要來了 OK 好這題外 這個開玩笑的 當然這個 各位如果會更多的話 對工作有幫助 因為我之前在幫那個 像什麼遠傳電信 或者像中華電信做職業 這個他們的 內部訓練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們的客服資料是幾萬筆資料 幾萬筆資料 如果說今天 你不會用函數的話 我就覺得這個可能 你的客服的工作 應該會做不久 因為你可能工作一件事情 你就已經 時間就浪費掉了 好 但是你會函數的話 你就可以千別忘了 很快就可以早 早點下班 OK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Labs函數 那Labs函數呢 顧名思義Labs指的是什麼呢 某一個字串 所謂字串 就是說裡面的文字的意思 文字裡面的前面四個 那你怎麼做呢 反環結果這裡點一下 插入函數裡面點一下 然後記得找到全部裡面 那它是Labs 你就打一個L 打一個L就可以了 往下找 Labs就找到了 那可以看一下它的說明 記得是兩個參數 一個是文字 你要重複 你要取得哪一個部分 字串的 這個Labs 左邊的幾個字 這邊有一些相當說明 或者是按這個函數說明裡面 也有詳細說明 確定之後 那接下來會跳出一個視窗 就跟剛剛一樣 那我們要的是 這一個字串裡面的前四個字 所以輸入4就可以了 這個是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哪個字串呢 其實點了之後 它會秀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四個的話呢 它會把結果切到底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到底這個結果是不是你要 如果是的話 你再按確定 OK 那是的話 就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那底下的話 這個周字資訊 我要前兩個字 就是周字這兩個字 那怎麼辦 我先把它偷懶一下 複製格式一下 它也是四個對不對 那怎麼改 其實非常簡單 再按下插入函數 把這個地方的 這個四改為二就可以了 就兩個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就會取兩個字 那利用lab的函數呢 可以取你要的幾個字 那問題來了 這個地方如果我今天希望 性名 它如果要取性的話 那應該是用哪一個呢 lab的函數對不對 取幾個字 取一個字對不對 但是我性別如果是男生的話 我要叫做什麼 吳先生對不對 張 張女士或者張小姐好了 反正無所謂 然後這個是馬 馬先生 等等的 那好 OK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 自動幫他取 就是幫他取得 並且把他拼受起來 這個地方就必須 多用一個函數 叫做if函數 if函數 那if函數 要怎麼樣可以這麼聰明的 幫我做這件事 因為我剛剛講過啦 有些東西 如果你不懂的函數 你真的就要自己key 會不會真的有人 這樣慢慢自己key 那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要取得的是 這個lab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你找到lab 一樣的lab l 對不對 往下找 lab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接下來 我要取得 這個裡面的什麼 第一個字 所以第一個字 無就出來了 有沒有 ok按確定 但是稱謂要怎麼辦呢 稱謂部分的話 後面我要串一個什麼 稱謂對不對 所以要串接 記得用一個and的符號 shift加上7 這裡就是and and的串接 串接一個稱謂 那我的稱謂要根據什麼 根據性別 所以這裡的話呢 後面要加上一個什麼呢 if的判斷 那if判斷要怎麼判斷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第二次要再使用函數的話 那就在這邊 前面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箭頭 這邊有一個小箭頭 特別注意喔 這個小箭頭點下去之後呢 它會讓你再去選 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其他函數 或者這邊已經有if 你就把if點下去 好 你會發現自動會插入第二個函數 lab and if 什麼呢 那它會給三個框框 第一個框框是判斷 如果這個條件呢 什麼條件呢 如果這個格子裡面的等於什麼呢 等於男生的話 如果是男的話 那表示什麼呢 這個地方就要給一個稱謂是什麼呢 先生嘛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打一個男 ok 如果它這個地方是男生的話 男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是文字的話 請你在前後加這個雙引號 表示說這個是一個文字 這個是一個字喔 不是一個數字 就是如果b10 它等於男的話 那我給它的稱謂就是 如果是true 有沒有這邊有個true true就是說呢 如果它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是給先生 所以這邊的話呢 給一個先生 反之的話就是女士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它自動會幫我加什麼 雙引號 如果沒有加 你要自己幫它加上去 好了之後呢 我按一個確定 你會發現呢 它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我產生稱謂的 吳先生 那底下怎麼做呢 非常簡單 如果這邊有五百個人 或者五千個人 五萬個人的話 你直接就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往下填滿 它就通通幫你做出來了 張女士 馬先生 陳女士 ok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我們是藉由什麼呢 先產生一個姓氏 對不對 後面加上一個and的符號 然後呢 再插入第二個 這個if的 有沒有 這個函數 然後去判斷一下 就可以判斷出最後的結果 那請各位試試看 切到receptor的這個頁面 來試試看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第四道